冬天即将结束了 准备好跟着毛孩一起迎接春暖花开的日子了吗 别忘了在换季的时候呢 有一些事情一定要注意 才能真正帮助毛孩在换季的时候 不会发生适应不良或者是身体不适的状况哦 第一点呢就是要记得一定要多喝水 因为天气逐渐回暖 那毛孩在散热的时候水分蒸发是很快的 所以一定要帮毛孩补充适度的水分 然后一定要定时的帮他补充要喝足够的水 第二个呢就是潮湿高温的环境 是黎菌非常容易滋生的气候 特别是这个时期 因此呢平时要多打扫毛孩的一些空间啊 跟环境还有像是被子啊 床垫啊毯子啊毛巾啊等等之类的 第三个呢就是要帮毛孩多多输肺毛 肺毛把它输掉之后 它的这个整个流通呢才会比较顺畅 除了可以维持毛孩的皮肤健康以外 也能维持清新的空气品质 过多的肺毛他们都会吃进肚子里面 很容易阻塞肠道 其实是很不好的一件事 那第四个呢就是因为疏门的次数变多了 所以也要多注意蚊虫的叮咬 或者是一些细菌感染造成的过敏性皮肤炎 所以呢适度的清洁是不可以少的 但是也不能过于平凡 因为平凡的清洁呢反而会把它的皮脂膜都破坏了 皮脂膜一旦破坏了的话呢 细菌病毒反而更容易入侵哦 一定要帮它补充就是可以增加就是免疫力的保健品 例如像是维持化的僵黄素 可以减少就是毛孩罹患黴菌的一个感染风险 那以上呢这四点的小提醒 毛爸妈们记得要注意哦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我们下一次见